對著我 他就說他是很興奮香港的人 他覺得香港的人在這年半 差不多兩年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而且世界不會是不見到的 美國特別是見到 美國的政府一定留意到他們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特別都是一樣 而且他講了特朗普 一樣是一定會留意你們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不會令大陸去 現在拿走香港 都說那個就是不要灰心 不要覺得香港是沒得救的 可能用蓬佩奧那天跟我講的一句就是 其實他一直會幫香港 他一直會去用自己的聲音 因為他的聲音一定會比我們每個人大聲的 因為他始終都是 如果他下台了 他都不等於他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他在美國的政府已經有很多人很愛惜他 那我就覺得 其實他這句可能是令到很多香港人 就會知道其實我們不會放棄